你们都是在外面跑 其实回来回来 还是觉得不做好 山水好又美食 还有能源聚集在一块 多好了 能喝能喝 那么多的好朋友感情 很不容易的 这里有美味 所有没地味 反正你这人 就想念以前的鲁鸡爪了 我原先在国家队的时候 我其实很常的 我很喜欢做吃的 在国家队的时候 周六周天 因为我们饮食 平常都是应该 难道都不希望 我们到外面乱吃吃食堂 那我就想说 有周六周天 做一些美食 给身边的队友 一起分享一下 我觉得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鸡和猪肚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 都有温补功效 是对抗脾胃虚弱 强筋健体的食疗佳品 李燕今天用来 招待朋友们的主菜 是肚包鸡汤 我比较拿手的是肚包鸡 那这个应该说 在我朋友圈里面 也是对我这道菜 非常认可的一道 我自己比较 觉得比较自豪的 不做人喜欢用猪肚来煲 肚包鸡呢 就是属于比较养胃的汤 汤里面少不了化 那个胡椒粒 胡椒粒放进去 就是比较暖 对味比较好 炖煮四十分钟后 取出猪肚和鸡肉 将猪肚处理成小块 再次回锅包煮 鸡肉味淡 在与猪肚的相互渗透中 二者的味道也渐渐相融 形成一种浓郁甜鲜的混合香气 这是中国厨房的极致诱惑 好 来了 李燕准备的第二道菜 海市汤 丝瓜与花鸽过油 加水就是一碗清香的海鲜汤 汤汤水水 这是福州人餐桌的特色 福州人爱喝汤 甚至留下了孩子不喝汤 大人要生气的俗语 称子 肉质肥厚 滋味鲜美 自古就是佐久佳肴 沙青四寸 尾吊黄 风味由来 鸭绍羊 麦碎花开三月半 美人种子是称秧 在长乐 有淡水流入的海口附近 万里滩图上 渔民们正在加紧收获黄称 称子倒立生活在淤泥中 养称就像插秧 所以古人有称秧义说 而挖称的工具除了平产就是人的双手 从宋代就开始的水产养殖 带给沿海渔民富足的生活 也满足着中国人对美味的不懈追求 当肥肥白白的称子遇到鸡蛋 一次与人类的想象力比拼鲜味的赛事 正式开场 金黄的蛋液裹着肥厚的称肉 淋入滚烫的热油中 洋葱青葱被热油爆起的香气 迅速沁入鸡蛋和称子 它们固有的醇香鲜香 被瞬间释放 在随着葱油的被吸收而逐步相容 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味在李燕的家中回旋 还有什么会比人间的烟火气 和亲人朋友的围绕 更让人感到富足和温暖呢 今天绝对比昨天好 这蛋能包得住 蛋能包得住 欢迎来我家102小鸡 快 杨晓玲觉得自己和女儿 现在的相聚时光越来越少了 她和先生曾在北京打拼多年 女儿许魅然从小生活读书在北京 等到夫妻二人将事业和生活重心 重新移回福州 女儿又去美国留学了 对于这个17岁的姑娘来说 外面的世界远比故乡福州 更充满了诱惑 杨晓玲舍不得女儿 可花季少女还体会不到 故乡和母亲对于她的意义 杨晓玲希望利用今年的假期 好好陪陪女儿逛逛福州城